特別是我們要釐清說 中央到底有什麼權責 跟地方有什麼管理的責任 這些都要釐清 但是我們在今天看到 好像要負起行政責任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今天高雄市副市長吳鴻謀 還有三個局的 包括水利局 公務局跟捷運局 這三個局所有首長 都直接請辭了 當然現在陳菊市還沒有說 他批准這項人事案 那包括經濟部長張家柱 也在傍晚的時候 突然發出聲明稿 而且說他要請辭了 而且是不滿這次氣暴事件 他暗指其他的政黨 可能用著所謂的政治操作 對經濟部的同仁來展開抹黑 你怎麼看這樣子 一連串的請辭事件 我們來看那個首長官員的請辭 其實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辭職 主動辭職 一種叫做被辭 就是被迫的這樣子 我認為張家柱比較傾向於 是被辭職 就是主動請辭 因為他其實從年初以來 他就一直想要請辭 但是一直請辭沒有準 然後這一次我知道說 今天在立法院的狀況的話 他就是被羞辱的其實滿慘的 他們是罵他冷血部長 然後在場就是說 張家柱一句話都沒有講 他也沒有對記者 也沒有任何上去辯解的話 就是說他看得出來 他心情非常的凝重 他回去之後 就發了剛剛所謂 我們看到的那個非常 措辭非常強硬的一個聲明 所以聽起來 今天在立法院是個導火線 對 算是一個導火線 但是其實之前就已經 埋下了很多因素 因為其實這一年以來 就張家柱大概就是 經歷了非常多的風風雨 其實我們剛剛看說 包括這個資金區 還有就是那個 兩岸監督條例的東西 大概都跟他這個部分 脫不了什麼關係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他眷情其實眷情很久了 他這個部分的話 他詞意也滿尖的 我們現在知道的狀況是 府院現在正在全力未留 因為他下來可能要找一個 馬上找一個人來接 我覺得也可能不太容易 然後至於說被辭職的部分 我覺得那四位首長可能就比較像 所謂像那個公務跟捷運 這兩個為什麼跟他有關係 就是橫向聯繫 就是陳菊一開始講 那個橫向聯繫出問題 問題管線的部分 因為這兩個人就是 害他說謊的人 就是這兩個 因為今天國民黨立委 披露了資料 指的就是說 是捷運局收到的公文 後來陳菊說我沒有說謊 其實是橫向聯繫不足 因為那時候收掉資料 那個會議是捷運局開的 當時去開會的還有 就是說公務局 就是說他去講說 橫向聯繫不足的 就是這兩個局數 這兩個要滾 當然是理所當然 然後水利局的話 當然水利局前身又是水公署 那個湘涵是他裝的 顯然就是他 然後外界可能不會對於就是說 只有三個局數首長 請辭滿意 再往上走就是陳菊 我們當然知道陳菊不可能辭職 一定就是一個副市長來扛 所以說這個一個副市長 加上三個局數首長 這樣的結果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然後至於說他批不批準 我覺得總要做一些樣子 我覺得他下台之後 當然是必然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情勢 看起來就是說 從一個所謂的高雄的氣爆事件 變成經濟的氣爆 現在變成政治的氣爆 你講到這個氣爆 我們有一個最新消息進來 是現在包括經濟部次長 杜子君也請辭了 這中間有什麼關聯 因為他老闆已經請辭了 現在杜子君也請辭了 我覺得杜子君請辭 當然最近他的壓力也是非常的大 因為就是那個 包括自由經濟示範區 還有就是那個 之前的那個服貿的問題 幾乎都是他在第一線 因為他本身是那種談判出來的人 他幾乎都是他在第一線做說明 我覺得他這個可能也是 有點身心俱平 那我比較小人 承受太大壓力 我比較小人的猜測一下 他會不會是擔心自己 就是假如他不請辭的話 接下來可能就要接經濟部長 這個恐怖的職權是不是 這個職入 而且扛的彈子非常的重 對 就是整個關不了神 可能就是不是落到他的頭上 當然這個是辦玩笑話 但是我覺得 他這個請辭當然也是有跡可循 就是說他可以 他凸顯說 其實最近真的是說 非常整個政府就是多勢之秋 當然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認為說中央政府 你當然是要負部分的責任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但是你會不會到說 經濟部長 次長你都要請辭 我覺得這個請辭 其實壓力大倒不是中央政府 反正壓力會回到 就是高雄市政府這邊 或是民進黨這邊 就是說假如說我們對應過去的話 對應過去 那個首長層級的 大概就相當是部會的首長 部會首長大概就相當 那個地方的首長 尤其是那個直轄市的首長 他們都是可以參加 行政院院會的人 假如說經濟部長都辭了 你現在喊說高雄市 你已經明確發現 你有為失的高雄市 你要誰來辭 你現在請辭的層級夠不夠 我覺得現在壓力 馬上會回到那一邊 高雄市政府去 對 馬上會回到高雄市政府那邊 但是我認為杜子均的部分 可能中央政府也會 就是 極力未了 對 會極力未了 因為他的部分可能就是 在目前為止 就是更是那種打仗的人 可能更離不開他